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今天解释一个非常白痴的 其实很简单 只是我知道蛮多人不太知道 这个讨厌的奇怪的规则的 那你人生也不见得很容易会遇得上 因为就看你 就看你多需要去output这个东西出来 像你如果跟人家聊到说 我知道一个NBA球员很厉害 一个NBA球员怎么说 我们就说NBA player 拍谁错 为什么呃错 因为是N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宣布了 揭晓了我们这个 我的那个那个Thumbnail上面的那个答案 所以一个NBA球员是NNBA player 不是NNBA player 那你可能就哇哇哇怎么会这样 我们不是说 就是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是母音的时候 才需要用N嘛对不对 那要是不是母音就是呃就好啦对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说一下 所以就是字一个字前面的第一个发音 如果是母音的时候 那母音是什么 母音就是英文里的AEIOU都有可能是母音 甚至还有一个呃其实歪不行 歪不算真的因为有歪的音多半就是那个不是喉咙直接出来的就是多半是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像我们讲那个耳朵跟黏这两个字 那这个的话是直接喉咙的音所以是EAR 那这个是YEAR那他一定是AYEAR耳朵的话则是ANYEAR 尤其这个N我还常强调嘴巴要贴一下天花板对不对 所以你遇到AEIOU的时候你才会需要前面变成N 因为N那个N结完之后呢你就可以N完了以后马上顺顺的接下一个从喉咙发出的母音 OKAEIOU 你会发现这些母音的另外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就是直接喉咙的喉音 AEIOU OK AIOU U其实 U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是还是可以为什么你知道吗 例如说我们知道像那个雨伞这个字 那他的发音虽然不是U 但他的发音仍然是母音就是U的那个音 那你如果学过KK音标它是到V的音 所以我们叫它N N Umbrella 所以又一样它是母音这样子 所以N Umbrella可以N Umbrella 那如果说是一个很诚实的 老实的思见 我自己的意见 所以是An Honest Opinion Opinion Honest 你可能会想说 哦靠北这里我又不懂了 这不是H吗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发音对不对 所以这个H是不发音的 你知道诚实叫做Honest不是Honest 对不对 所以H不发音 那名词也是一样Honesty 所以An Honest Opinion 这是R的发音 所以它是O没错 那它读起来是R 所以An Honest Opinion 也是N开头的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现在讲这些可能你觉得我都会 但你可能不见得很清楚的就是 为什么刚刚的NBA Player是N 不是R呢 这里明明没有母音啦 你再怎么看N跟B跟A 这三个字根本没有母音在里面 A算是啦 但是它是在后面的对吧 所以为什么这里是N NBA Player 好所以这要讲到的就是 当我们遇到一些缩写字的时候 缩写字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讲到台北的捷运 就是MRT嘛 对不对 所以MRT的站station 一个MRT Station 是R还是N 又来了 对不对 答案还是N 为什么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当我们发现缩写字 而那个缩写字 你要看它是什么开头 某一些字的某一些字母的开头 它就必须是N 而且这个规则其实还蛮好follow的 我们来走一次 因为说真的也不过就26个而已 对吧 你可以想象一些缩写字 就是26个字母里面 其中一个当开头对不对 Right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 像我们说 有个鞋店叫ABC Mart 对不对很多店 都卖呢 卖一些各种不同牌子的鞋子 有卖New Balance 卖Adidas 这个的ABC Mart 所以这里有一家ABC Mart 所以是R还是N A B C Mart 这个或许还好理解 因为A B C A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N 这个可以 那问你 如果今天是B开头呢 例如说一个BBC的报导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走了 BBC是什么 好在走下去之前 现在我们再讲 把它的规则给讲清楚 你试想一下A到Z 这26个字母 你都去念一念 你告诉我 这个字母念起来 到底是不是母音开头 还是子音开头 A A就是母音 没什么好想的 对不对 所以A就是母音 B B是母音吗 B B B不是母音 所以一个BBC的报导 A BBC Report 不是N BBC Report C是吗 C 好 不是 所以要是C开头 不是 所以刚刚的A是 我们把它underline D是吗 D什么什么这样子 DDT 2DDT还是NDDT 2 因为D不是母音 那下一个tricky了 F是什么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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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 它的发音是母音开头的 所以一个FBI的探员 是N N FBI Agent 因为F是A开头的 F F 对不对 所以是N FBI Agent 大概懂了 意思没有 OK 所以F 它的确是的 G G G 不是 所以ABCDE F 我要少了E 白痴 是不是 E很明显 E 所以E是的 OK 所以ABCDE F也是 G是 刚刚说的 H是不是 H H 可以 因为是A开头的 H 应该不是短的A H OK 所以H也是 I 是不是 I也是 因为就母音 I J是吗 G 不是 所以 H跟I都是 OK 例如说 H 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知道打 打 打 叫什么东西 有一个预防针 叫HPV 它能够预防一些 病或什么的 子宫颈癌 或什么的 所以你今天打了一个 HPV的一个shot 所以是 耳还是N H H 木音开头 HPV shot 又是N 听懂 OK 希望这集不会太无聊 因为我们要把26个字幕走完 也没多困难啦 已经走到了这么多个人 ABCDEFGH H I J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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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是嗎? N 應該是N 不是N N 也是 OK L M N O 是嗎? Yes OK O 當然是 O O 母音 So L H I J K L M N O P 是嗎? P 就不是了 所以剛剛這一連串都是 OK L M N O P 就不是了 So L M N O P 再來是嗎?Q Q Q 就不是了 所以P Q R 是不是 R R 是對不對 R 開頭就是啊 就喉嚨 喉嚨的聲音出來 R 所以以前有個 現在應該還有 有個電器廠牌叫RCA 以前生產電視的 所以一台RCA的TV N RCA TV N RCA TV R R R 好 S是不是 講一講 S是嗎? S S A 是不是母音? 喉嚨出來的聲音 S OK 所以一個 SAT的成績 N SAT score N SAT score N S N S N S Right 好 所以S是 R也是 Right L M N O都是 P不是Q不是 R是 S是 T不是 U是不是 U U是嗎 U 好 這個無論如何 它發音一定是U 像剛剛的Umbrella 有可能是 R的發音 但是U的音就是U 你把它放下來就 USA有沒有 A USA Citizen 不是N OK 因為U 是那個 是那個混濁的音 不是喉嚨的音 U OK A USA Citizen 好 所以T U 再來呢 V V 不是 Right W D開頭 W不是 X是不是 X X 母音 OK 所以X是 Y是嗎 Y 不是 Right Z是嗎 Z不是 所以26個字母整理完 畫底線的 不要背啦 這有什麼好背的 我還是希望你用 自己用那個聲音念念看 你就知道它是不是母音 開頭的一個發音 A 是 E 是 F 是 H I 都是 L M N O 全部都是母音對不對 都用喉嚨來發出聲音來的 P不是 Q不是 R S T不是U 然後X 也是 大概這樣子 OK 所以希望這有幫到你 所以這些字 有underline的這些字母 開頭的一些縮寫字 你都把它發一個 就是它如果有可數的話 前面都是N 而不是 U OK 所以這個的分別 這樣也比較好念 我還是強調 為什麼英文是這個樣子 是因為好念的關係 好念的關係 再幻影像剛剛的X對不對 我們知道有X-Man這個漫畫對吧 所以 他是個X-Man 他會有一個特殊能力什麼什麼幹嘛的 隱形啊 或眼睛射光線 so he is an X-Man an X-Man an X-Man an X 你按的貼完天花板 才好發母音嘛 an X-Man an X-Man 就不是很好發 因為 兩個都是母音連在一起 an X-Man an X-A an X-A是連不在一起的 但是中間斷個一下貼個一下天花板舌頭 就會讓這個音發起來舒服多了 an X-Man an X-Man 好希望這個東西對你有那麼一點點的幫助 如果說你之前對這個不了解的話 那這個影片有幫到你 那就太好了 這就是我做影片的初衷了 好那 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